嗨 大家好 我是大叔 这是唐人聊唐山系列的Part3 这一集大叔就不介绍了 大家就继续接着看吧 大叔的视频每期都会很长 所以每次都会有人留言说 前面讲的都是废话 其实前面说的那些 才全都是大叔的心血 这就像 像什么呢? 比如说你去理发吧 总不能只为了 这个理发是最后剪刀吧 前面的都是废的吗? 同一的朋友 帮大叔点个赞吧 我们说回去 传说早期从福建出海的中国人 本来就是唐朝时期 把河南地区迁徙入敏的 也就是像大叔这种 凌晨黄镇 沾丘河湖的 北方汉族八大姓 当然 这个湖姓里头也有相当多 感性怪的少数民族 带你大叔多年的追溯 大叔相信 这个所谓 衣冠难度 八姓入敏的传说 都是当地的名昏旺族 请文人给自己脸上贴金的 文学胡话 放在今天 就可以比如说 专门负责洗版 推送内容农场文案的 网络雇佣君吧 衣冠难度 有没有? 有 而且还不止一次 八姓入民有没有? 入民的旗子八姓了 而且也和衣冠难度 没办法熬钱关系了 再也说了 早期的衣冠难度 咱们先不说这个历史 时光线错位了 我们就单说地理吧 要是他们真从北方下来 过了长江 别说内陆了 就算是沿海吧 只需要走到太湖苏航一带 便是风光明媚气候一人 没啥战乱之饶的余基地了 哪一处不是好地方? 还需要继续舟车劳顿的 大佬也得跑到福建去吗? 福建人之所以 有衣冠难度 八姓入民这样的技术 怕是因为主义多了 给自己的宗词写故事 顾量着弄得精彩些吧 将自己的祖宗 都说成了北方下来 开疆扩度的官家世人 总比说是 仓皇逃窜来躲避战乱的难民 或是西家带眷 大举南卿的地主豪强 高大上的多对不? 但事实上 汉民族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有落脚于福建 在此生活繁衍的记录了 在古代的中国 东边沿海 江南往下 一直都被称作岳 岳王勾建的岳 卧金长短的那个岳 有人问勾建舔的那个 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胆 大叔可以很负责人的推断 那是蛇胆 不是因为中国人有蛇胆入药的传统 而是古书记载 岳人善于养蛇 尤其是敏岳 中国的百岳氏族 是组成汉民族的重要部件 现在的江苏地带 从今叫吴岳 浙江这部分叫欧岳 福建叫敏岳 广东这个地区就叫南岳 百岳人 据说是大鱼的后代 后来分作三只 一只汉系在中国 近两亿人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 长江口的吴岳明系 和朱江口的广府明系 一只叫金系在越南 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越南人 还有一只系统 就更加复杂了 几乎和现在所有的东南亚人种 都有点关系 这个网号有机会 大叔会说 但在中国的航海时代来临之前 这敏岳可真不是什么好地方 知道吗? 这所谓山多、蛇多、石头多 不是农耕民族喜欢的那种 大河流域、富饶平原 所以直到秦汉时期 这里都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藩属国 住的也都是土生土长的越南海民 所以当初中原文化之所以会流入 还真都是汉末自送出 大量从北方涌下来逃难避战的 但无可否认的是什么? 无可否认的是 根据史料记载 这种人真正被登记入户 成为堂堂真正的大国子民 确实是后唐时期才定下来的 这重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 没户口的地方 当然就没有税收 没有税收的地方 当然就没有行政单位 没法度、没发展、没安全 简单说 没人管、没人要、没人爱 就像个企鹅 所以可以想象 这代人在入了户之后 当然就对唐朝 有了绝对的认同感 和莫名的归宿感 所以无论是闽南人或是岭南人 还有后来南迁而来的客家人 这些沿海一带的中国人 一到了海外 自然都会自称唐人 后来宋朝被蒙古人给灭了 流浪在外的汉人 当然就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成了元人 毕竟 那不是由自家、族人执政的国家 之后 直到明朝兴起 汉人才算是拿回政权了 但那已经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事实上打从唐宋之后 这闽阅两地的人 便开始出海了 唐人这个自称 大家早都已经叫惯了 而且之后出来的中国人 不仅时代各有不同 所属的朝代当然也不一样 连这个民族也都丰富了许多 但无论你人数再多 毕竟你是坐船出来的人 怎么也没人家原住民多 对不? 那你这人少 那就连打起价来 也肯定是要吃亏的 那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有句话 叫人离相见 人在外没靠山 人家的政府也不可能会象征你的 那你这在外头 不想被人欺负 要不是自己能财大欺出 那就得懂得认清抱团 搞个人多事动才行 知道吗? 这认清又是个技术火 不信你去看看那个乌克兰 这国家的寡头毒霸之言 政府贪污腐败 百姓穷困潦倒 国家战力缺缺 举国虚塑无度 可以说是除了美女之外 其他没半点优势了 那你去和欧盟认 谁愿意认她? 说起南天的大实话 欧盟这些渣男 是将乌克兰当作淫窟来看待的 所以将来等仗打完了 你看吧 搞不好连那个垃圾都不如的 候选国地位 都会被人给踢了 面子都不留的 那咱们就不说那个了 那您看这个小日本痴呢 到印度、到东门、到中东 到世界各地 四处去找人抱抱 多少人肯给他抱啊? 所以您说 这个暴团算不算是件技术火啊? 当时流落异乡的华人 更惨 要钱没钱 要权没权 那得怎么做呢? 咱们就回来科学分析一下 这暴团 当然得先找到彼此最大的公约素才行嘛 也是我们常说的 不求门当户对 但求向上归类 只要无限向上归类 早晚总能找到共识的 大家最大的公约素又会是什么呢? 自然是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对于人口大国的殖民而言 没什么是比这个更具天然优势的 但您想想 这个 宋元明清的这么复杂 得怎么认同? 既然不能认同 当然得不断向上归类 直到归类到找到一个 彼此都还没结下仇恨的 历史点位才行嘛 但这宋元明清 打得你死我活的 当然不行嘛 那从这个宋朝再往上推 你也总不成去 没事找麻烦 推到那个天下大乱 杀得天昏地暗 全国大分裂 恩恩怨怨纠缠不清的 五代十国去吧 那得怎么办呢? 自然得再往上推啊 再往上推就推到 哪了? 唐代啊 这唐代 不仅代表了包容 还是个大量文化输出 影响了周边许多国家的文明大国 所以不仅对外人说自己是唐人 贝尔有面子 对自己人 那也是贝尔亲近的 事实上 唐人这个词 那可不是对外人说的 而是在自己华人圈子里面 自己的相互称呼 目的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 抱团嘛 那问题来了 古时候的各个朝代 除了偶尔出现的某个特有的官方文件 民间可没有自称中国的习惯 自然也就不会自称中国人了 既然大家都自称唐人了 那唐人的国家又得怎么称呼呢? 他们就自称唐山 那为什么会叫唐山呢? 这当代文人口中什么所谓的大唐河山 简称唐山 一点关系都没有 单纯就只是到了海外的华人 思来想去唯一的记忆 只剩当初自己离开家乡的时候 呆立在船板上 恋恋不舍看到最后一秒才笑在自己眼帘之中的 最后一线祖国的群岭风间 这是当初飘洋过海的游子最伤感的共同记忆 我问我什么国家 我唐人啥都没有 就记忆里那座山 那是我们唐人的山 我祖祖贝贝就生在那 长在那 埋在那 我早晚也是要回去的 于是大家就给他取了个名字 就叫他唐山 从此 人就变成了唐人 嘴里说的成了唐话 祖国的名字也就成了唐山了 这是闽阅穷客这些离乡背景 漂泊在外的孩子共同的记忆 这也是为什么 当马来西亚的极端分子 喊出那句 巴雷东山 会勾取我们那段 割舍了期待 走出了家门 留下来为这片土地打拼的历史记忆 却换来这些坐享其成的新移民 殉兵夺主的无礼 而极度愤慨的原因 当然 也可能有些海外华人 有各自不同的认知 不同意大叔的说法 都没关系 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 提出来讨论 大叔只是自小 就喜欢听老人家讲故事 惯离唐山的缘起 那是大叔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听一位老知识分子说的 他老人家是世纪交接时代的人 和大叔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也已经接近人生的尽头了 他传下来的 也许只是他自己的记忆 而大叔想传递下去的 也正是当年的记忆 仅此而已 不是什么严谨的历史研究 虽然他老人家当年是 教授历史的老师 但大叔不是 现在的海外华人和当年一样 不能自称中国人嘛 毕竟在政治概念上 我们既没有中国的国籍 也不能享受中国人的政治权益 我们也有自己的国籍 效忠于我们的国度 但在血缘上 我们永远都离不开 也割舍不了自己的民族 有些国家很变态 不仅禁止别人受牧尾教育 甚至硬生生的不让人使用 祖先留下来的信誓 表面上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团结 骨子里却是要斩断人家的血脉 这样的国家 不懂得尊重人类反野的本质 同样得不到真心的效忠 和别人的尊重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海外华人很技巧地从中华民族当中 选了华日来作为著称 就是想告诉全世界 我们中华民族 有权在任何一个人类可及的地方生活 没人能将我们 匡陷在一片土地之上 我们以曾经的唐人为荣 以各种汉语为骄傲 我们更为华人的尊严活着 因为我们 无论是秦 是汉 是唐 是契丹 都是炎皇子孙华夏之地 我们保有炎帝的精英 是开发者 建设者 供应者 感化者 我们不侵占 不殖民 不掠夺 但不表示我们是逆来顺受的懦夫 因为我们也保留着皇帝的基因 是有创造力 执行力 统一力 感召力 及采取主动的激动能力 所以 昂萨匪类和不孝分子 别妄想搞什么新唐人大剧院的 来挑战我们的宽容 今天聊太多了 连大叔自己都感觉有点信息超载了 关于这个新唐人运动 咱们去留着 改天有时间 才将他们的斑斑劣劫 挖出来好好说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了 下期再会 大家平安 拜拜 肯定有很多朋友在等着大叔介绍 那全球人都认识的第三个中国人 到底是谁 真有那么重要吗 这样吧 大叔先给您介绍几个 全世界人都认识的犹太人好吧 第一名 耶稣 第二名 马克思 第三名 爱因斯坦 第四名 比卡索 第五名 犹太人才多少人啊 那您说这随便叫的哈 都能叫出几十个来 接下来 是轮到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了 大叔说 年轻人啊 这圣贤英雄 智者奇才 王侯将相 另有种负 那个将来要享誉全球万众经验的人 怎么不可以就是您呢